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大家上午好 我是威廉 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在我们Rancho Cucamonga 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最美社区 Deer Creek为大家带来一套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完美的一套房子 我们把这个社区叫最美社区 是因为它的环境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舒服 我们当年买房的时候就想买这个社区 我身后这个房子从这边拍过去 是不是只能看到一点点轮廓 其实数目非常的多 将近4500尺 一共有5个房间 4.5个卫生间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性 是它是可以独立出入的子母房 屋主在过去两三年以内花重金 差不多30万美金升级的这个房子 尤其是它的院子 它的location也是非常好的 它在210以北环境优美 它可以走路差不多5到10分钟 可以到Rancho最好的高中 Lososos High School 但它的小学和初中也不错 都是8分的 后面就是Rancho的山 冬天下雪会有雪山的风景 这个房子它的占地是21,000多尺 2000年盖的 它现在的药价是在198万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白色的Fence 这Fence以内的话是屋主自己maintain 那Fence以外 这大片的草坪是HOA来maintain的 它这里的物业管理费 每个月是170多块钱 也不贵 我最喜欢绿树成荫的感觉 Rancho Cucamonga这个城市 是最近几年发展的非常迅速的 人口净流入其实蛮多的 就是因为这边环境好 学区好 社区好 而且房子非常具有性价比 你看在这边不到200万 能够买到一个占地超过2万尺 室内有4-5千尺的房子 而且带泳池 高标准的泳池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子的 车库的方向 这个是它的一个driveway 非常的长 很大的一个driveway 屋主这边自带篮球架 小孩可以偷偷来 这个是也可以停房车 因为它的宽度是够的 停个4到6部车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边是它2加1的车库 车库 这边是一个双车库 这边是一个单车库 然后里面呢 屋主是把这个车库 做了这个地面的处理 epoxy这个flooring 我们从这个房子的正门这边进去 我们先看主房 主房这边呢 差不多应该在3200尺的样子 里面有三个房间 加2.5个玉石 还加一个办公室 这是它前院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前院的尺度 为什么叫最美社区 我又要提了 真的是树木非常的茂密 绿树成荫的 从这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那边是它的大门 非常漂亮的一个门厅 然后前院这里 我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人呢 人呢 太大了 这里 前院有大片的草坪 因为这个卖家的小孩啊 喜欢踢足球 他这边搞了两个这个足球门啊 养得非常好 所以小孩子在自己全员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 过来这边是它的 这个门厅 也相当的气派 你看这个高度 应该有20尺左右的这个门厅呢 首先它是一个双开门啊 进来之后呢 是一个高调的大厅啊 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它的会客厅 斜对面是正餐厅 那右手边呢 是上到这个楼上啊 再往北走的话呢 是另外的那个 我们可以叫它子母房 你可以封起来 也可以不用封起来 一会儿大家看得到 好吧 从大门进来以后呢 这边首先是一个玄关的位置啊 进门这一块呢 全部换成了这个marble的 大礼石 对 就这一小块呢也四五千块钱啊 那进来之后给它看一下 这房子要说 该有的东西它都有的话 进门的一个高厅啊 一个会客厅 非常的气派 然后这一面朝东 早上阳光照进来 你看到自己的前院 其实是绿树成阴的啊 这是它的会客厅啊 过来这边呢 是它的正餐厅的位置 正餐厅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高顶啊 然后这边就看到自己的后院 我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啊 好 很宽敞 给大家看一下它总体的格局 因为他们本来也是想要住在这里forever的 其实我觉得买到这种老美装修够的房子啊 真的很值 很划算 你少什么很多事情 他们的装修真的蛮真材实料的 地板啊 地板也是换过的 两个厅啊 高度都是让你觉得很舒服 眼前进来之后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个窗户望出去是自己的前院 这个窗户望出去是自己的后院 都是绿树成阴的 那这边呢是直通他们的这个厨房 厨房它的状态 你看它这个柜子的颜色 包括它这个橙色 我觉得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新的屋主买过来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需要装修的 我觉得完全不用 对它因为他们两年三年前一层刚刚刚upgrade过 这个呢其实是它有点像一个小的bay window 可以到自己的后院 好 过来这边 联通的是它的 家庭厅的位置 好 它的家庭厅 它有个fire place在这里 那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我要不然先把这个房子 比较亮点的地方先介绍给大家 就是他们升级过后的院子 好好好 很期待 来出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呢 以前的院子是很光的 他们进来之后 首先是加了这个patio 然后加了这个barbecue Building的barbecue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花了钱的 这个院子 哇 我觉得他们真的挺会享受的 烧烤 然后这个冰箱 在这 洗手槽 这边还有碳火烧烤 这是碳火的 这是花钱的 然后呢 我们以前其实看过这套房子 外面这块地呢是一个斜坡 这是观光的吧 什么也没有 对 他们把它给垫平了这一块 说不定我还能找到当年这个院子的照片 给大家 说不定我可以 等一下我们给它贴一点 贴两张 让它有一个对比 对对对对对 这个partio是我很喜欢的 大家看一下 以前这边也是一个大斜坡 他们来了之后呢 做一个全新的泳池 哦 这个是一个无边的这个spa 无边的spa 来 来点无边的感觉 你跳下去呗 一个大斜坡 利用成做成一个泳池 晚上呢 这个东西还可以点火 晚上是有火的 哦 对 可以那很漂亮 你要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 我觉得它的那个利用的很好啊 它用这一块来做这个啊 对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还说把那个游泳池修到那个后面那一块 而且下面你看它做了水泥 做了这个turfgrass 甲草坪 漂亮 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干净整齐了 这个院子里面的活动应该是很有privacy的 对 邻居看不到你的 因为旁边的树都很高 好多成年的大树哈 从你那个角度拍出来 这个山景应该很漂亮 嗯 你看这边 Venture Mountain 这个谁买过来就是太现成了 什么都做好了 连台阶的那个灯都是做好的 是 他们当初设计啊 利用的很好 很多人有可能会把那个泳池放在这个草坪的位置 但其实那边斜坡就用不上了 他把泳池放在这个斜坡的地方 你平整的土地这边就还可以使用 非常好啊 看懂设计的人还是比我们更厉害哈 对 再一个还有这边哈 这边其实是主吧 这一边呢 其实是他的一个子母房啊 独立出入的 可以做成独立出入的子母房 好像有两房两个洗手间对不对 对两房两个洗手间 这边有个推拉门出来 然后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啊 刚刚就是那个双开门 可以进来的这边 他这地方从来进来之后呢 突然还有那么大哈 对 这里有个门可以直接到这个独立出入那边哈 等一会我们再看 好吧 等于就是你可以把它隔开成独立出入 你也可以就是不隔开 楼下有两房两两个半洗手间 是的 楼上是三房两个洗手间 是的 就可进可退 对 进可攻 退可守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好的 我们看完他这个漂亮的院子 我们继续回去看他室内的空间 好吧 这个房子呢 他其实花了差不多30万美金升级 所以大家如果买过来的话 其实很非常省事的 那进来之后 刚刚我们看看厨房客厅 我们都看过了 那这边过来哈 左手边的是一个半个卫星间 那右手边的是一个办公室 还有另外的两个房间 两个浴室 加一个厨房 还加一个客厅 那边是可以分割 也可以不用分割的 一会我们去看详细的结构 哈 我们先把这边先看完 那这边卫星间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洗衣机烘干机的地方是 屋主买过来以后呢 他自己加的哈 加了这个这个东西 那对于这边来讲就很方便 这边带一个洗手槽 这边是一个pantry的位置 pantry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barn door 好 这样可以推拉的barn door 好 现在我们绕回来 我们去看一下 房子另外一侧的这个格局 从这边进来 首先是 他这边的一个办公室 现在屋主用作办公室 然后从这边过来 还内有乾坤 就是这个房子的独特戏 命一个重点 命一个重头戏 对 这里你如果想分割的话 这里加一个门 或者加一道墙就可以了 真的别有东西 真的是这样 好大哦 这里首先是一个套房啊 这边是一个套房 然后呢 他里面有自己的卫生间和淋浴 从这个套房出来 我们接着往前走啊 出来之后呢 这门口又是一个全域 哦 全域 嗯 这个配置还有点可以哦 对 那这边是一个跟刚刚那个size 差不多的一个房间啊 那他现在堆了一些杂物 我们就不用进去看了 好吧 那再往前走 哇 又是豁然开朗 哦 哦 他这里也可以去后院的 对不对 这里可以去后院 然后那一道门呢 是去自己的侧院啊 给他看一下这个size 哇 好大 这一边的话 差不多应该在1200尺的样子 我觉得 作为植木房 这个真的是 超级大楼 对 而且是两个洗手槽 这边是两个洗手槽啊 大理石台面 然后那边可以放冰箱啊 在这里做饭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自己专门的小饭厅在这儿 啊 有一个饭厅 啊 这边是 他们之前是用来 就小孩在这里做作业啊 或者是在这打鼓啊 玩游戏啊 都可以 完全感觉就满一送一了 这个 关键是这个环境 你没有时间的沉淀 这树也长不起来啊 也没有这么好的人文和location 这个如果封起来 是不是能住3000块钱啊 差不多 差不多的 因为这么好的环境 学区又好 3000块钱应该是蛮轻松的啊 因为它其实还是蛮大的 一个套房 然后另外一个房间 有一个自己的卫生间 类似于这个样子 对 我也觉得还 而且还蛮宽敞的 蛮宽敞的 对 嗯 而且Rancho现在其实我觉得 会越来越好 因为 华人超市已经有两家了嘛 开了一家永龙 然后我们去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高铁 骑 骑一点这样在Rancho 嗯 安大利润国际机长也在 也在不断的发展 我觉得今后是蛮有潜力的 OK 我们去看看厨房 楼上 好吧 嗯 OK 我们现在上楼去看一下啊 给他提一下就是他这个地毯呢 楼梯的地毯 他也是换的全新的 包括这旁边的这个木地板 木头跟这个地毯相间的这个木地板 他跟一楼的地板都是一样的啊 哦 就防滑啊 对 地毯啊 这个楼梯 他只做了楼梯这一点 就是 他们想的也蛮周大的 怕小孩子上下楼滑啊 搞得其实蛮好 蛮用心的 那我上来以后 在我的左手边 首先是他们的主卧室 我们先看主卧室 哈 主卧室进来 好像有一个小玄关营啊 我左手边是他的卫生间 右手边是他起居的空间 先看一下卫生间吧 Size 还是非常的舒服啊 哦 酸洗淀石浴缸淋浴 非常好 然后这边是男主人的这个衣帽间 哇 其实蛮深的 不用看了啊 毛筒间在这儿 然后转过来 我们跟着走 好 来了 这边是他的 主卧室的床和他的起居室 这边是他的起居室的位置 是一个 双面的 这个fire place 关键电视机都是双面的 等一下绕过去 大家能看得到 所以他说这个地方 是他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小孩子睡了 他们在这里喝杯东西 看个电视 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轻松啊 这个呢 是女主人的closet 她把上面的灯 给她指一下 哦 换成了比较fancy的灯 哦 OK 他转过来这里 他这个位置我真的蛮喜欢的 是哦 嗯 小孩子睡了 就幸福时光开始了 这是他们的卧室 啊 床的位置 他有个小阳台 嗯 这边还有一个电视 买两台就叫双面的了 对不对 对 就叫双面的了 然后这个桌子出来 还有一个阳台 给大家看一看 这阳台出来以后 山景非常的漂亮 啊 又到了我们Rancho的 冬天会有雪山的地方了 对 他这大树真的是蛮多的哈 对 就是很有很有自己的privacy 他市面的邻居 基本上都看不到他 而且好像那个树是别人家的 对 割的话不用他割 OK 接着走 再去看看其他的空间 双开门出来 右手边是楼梯 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储存间 一个相当于一个closet 然后这边的话是他的一个 卫生间他也全部装修了 吸电池他买的现成的放进去 然后这个淋浴 淋浴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小儿做的不错 小儿也是重新做过的 就是给两个小孩子用 两年薪真的还是蛮舒服的 是 买来啥也不用做 那从这里出来的话 就是他两个 他其实是双胞胎 的两个房间 首先是他儿子的房间 很cute的一个房间 刚刚经历 整整整齐齐的 层高我觉得差不多在9尺左右 9到10尺 另外这个是他女儿的房间 他女儿的房间应该有1012尺 就更高 小粉红颜色 很漂亮 幸福的一家人 好了各位现在视频观众 今天这个房子的 视频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有客人经常在自媒体上看到说 这个说加州的资助屋 可以省税7000块 有没有这么回事 有这么一回事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如果你买了房子以后呢 County会寄给你一个表格 我们叫他 BOE-266 这个表格 那你如果填完了以后 寄回去 申请这个房子 是你的自住屋 他不是说在你的地税 直接扣掉7000块 扫交7000块 而是呢 在你这个估值上面 减掉7000块 来打税 7000块钱 能减个啥呀 扫7000块钱 你每年相当于扫交几十块钱的税 是扫交几十块 不是扫交7000块钱的税 OK 给大家讲一下 是这么回事 梁顺云屋 总比没有好嘛 对不对 我是南加州的全市地产经济 William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和我取得联络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也还不错 请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